有时候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在高雄有一名男子 性侵一名弱智邻居 三个月之后女子发现了怀孕 他的男他的家人呢 一气之下靠上法院 但是后来事情出现了大逆转 两个人结为夫妻 而法官也因此判证明性侵的男子缓刑五年 另外呢在新竹有一名技术员 暗恋一名女子 但是追求不成 竟然把对方带到了饭店性侵 女子看他有悔意 也向法官求情 最后只罚劳动役120个小时 原本是性侵色狼 最后却变成自己丈夫 前年高雄一名50多岁男子 一时起了色心 将邻居一名弱智女子 带到房间性侵 事后女子发现怀孕 家人气的告上法院 被告所为是办刑法第225条 第一项的趁机性交罪 但后来案情大翻转 两人最后结为夫妻 法院开庭后 怨母反倒帮女婿求情 希望法官考量 女子和小孩需要被照顾 最后这起性侵悲剧 变成喜剧 男子缓刑5年 同样是性侵 新竹一名技术员追求一名妙龄女子不成 竟然恐吓对方 要求女子当他一日女友才肯放过 最后还将人带到饭店性侵 遭遭起诉 事后女子发挥大爱 选择原谅 还帮忙向法官求情 男子最后只服120小时劳动力 那不要再骚扰她的话 愿意给她一个还行 自行的机会 毕竟她之前也是认识的朋友 捐款 还有10万元给公库 两名男子犯行都不可取 好在被害人都给机会选择原谅 否则免不了 牢狱之灾